這話呢大概 接下來看 今天等於是實體上課等於是第六次 第五次上課的話基本上 我們就利用台北市的住宅切到的資料 我們做出幾個結果 當然如果你假設原始資料 你要想要知道到底 我們好像舉了三個問題吧 三個問題的答案最好是畫個圖 當然是最容易明白 所以大概 歷年其實應該是從104年開始 台北市的治安 住宅方面的治安到底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然後還有哪一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然後哪一條路或接或到的切到案件 當然這三個問題的答案 上個禮拜我們是利用了那個 就是Excel裡面 當然Excel裡面蠻強大的功能 我前面講過了 至少你一定還是要會 所謂的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到底歷年這個切到案件是增加還減少 那第一個你一定要在使用那個樞紐分析表之前 當然你一定要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說你這個欄位到底存不存在 那因為我希望統計的是年 所以特別注意我們大概上個禮拜 第一個我們先插入一個好像就是增加一個年 然後呢利用這個年的部分 再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把年用拖拉的方式 拖拉到這個列的部分 再把年拖拉到尺 有沒有那特別注意 那你除了拖拉之外 好像如果你要把它取消 你可以往上拉 往上拉是取消 有沒有這個可以取消掉 那如果你要產生的話 你往下拉 往下拉 OK 但是除了往下拉之外的話 我記得好像也可以打勾 打勾的話呢 其實它資料也可以下來 只是你值的部分好像就沒辦法打勾了 你變還是要用拖拉的 OK 那這樣的話呢 它可以很快的 就可以幫我們呈現出什麼 就是歷年的這個結果 蘇紐分析表 有一個表之後的話呢 我們可以再利用那個蘇紐分析圖 繪製出一個圖出來 OK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 我看上個禮拜應該是 基本上是產生了三個圖吧 理論上我有把上個禮拜的這一個部分 那錄影是就是產生那個什麼 歷年簽到這個統計結果 然後畫圖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各區啦 另外再把那個 路接到的部分給統計出來 所以等於上個禮拜就是三個表 然後加三個圖 所以最後的結果大概就長這樣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延伸就是說 如果期中報告的部分 所以我在那個 我們木頭上面呢 我有公佈了 所以你們自己找一下 應該是在作業區裡面 在第幾週 第七週 第七週 第八週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呢 大概方向跟各位說一下 其中報告大概 就是類似於這個 台北市的住宅 竊到這個範例 那資料的部分呢 請各位可以自己在 從那個 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 稍微找一下 基本上啦 有同學問說 是不是可以找 除了政府開放平台上面 別的資料 是可以啦 只是說類似的 因為如果你找別的資料 怕會不會有資料上面 比如說這個是有沒有 沒有自外財產權或隱私或各方面 相關的問題啦 所以如果假設 不希望有太多的問題發生 那你不如用政府開放出來的資料 那你就找一個 你自己比較有興趣的題目 那其實 最花時間的應該是 找那個題目的資料 到底合不合適 那我是希望說你第一個 找到你想要的題目之後 利用我們這個學期所講的 有一些相關Excel的應用 包含就是說呢 當然第一個啦 你要用那個函數 那比如說我們 需要有三個問題 所以你可能要先 大概有點像假設 三個問題啊 不一定三個啦 就大概三個左右 然後呢 我就大概以 比如說我找了這個題目嘛 那我假設說 我希望知道三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可能是歷年 的切到有沒有變好 那當然啊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要去找答案 找到答案之後呢 我最後有沒有 我做完 我把那個表格圖給畫完之後 那我要說明一下 到底有沒有 當然用應該看得出來吧 有沒有 所以啊 這個應該就 後面就是 根據喔 那個資料 所繪製出來的折現 結果應該是越來越好 不過最後兩年啊 變差 所以為什麼會變差呢 因為他準備要選 算 你們自己去推好了 因為這個 我們不評論啦 OK喔 好啦 那你可以評論沒有關係啦 我只是說 我們盡量不涉及太 這個政治有關的 OK喔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拿 這個不重要 OK喔 那另外的話呢 各區喔 各區的比例圖部分 那我們就跨出這個原因 最後好像我們有炸開啦 所以這個炸開 你可以再把它這樣 這個拿出來 有沒有 或者是要分開 OK喔 這個是第二個 所以看得出來 各區哪一區的佔比最多呢 那當然中山區 最少是哪一區呢 就是大同區 它其實好像在隔壁而已 為什麼隔壁自然差這麼多呢 OK喔 是不是行業別有差啊 我不知道 OK喔 所以這個你們可以針對 你看到的結果 那你可以說明一下 我想應該不難說明吧 其他 你可以再找一些相關的資料啦 然後你就說明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得到的心得結果 你就說 那另外的話呢 我是希望 大概希望能夠看到 大概有幾個 你用到的技術喔 包含就是 你的 比如說一定會新增 你的欄位 那這個欄位的話呢 可能會用到一些函數啦 產生一個公式喔 那 有複雜的 有簡單的啦 我想這個 你們自己再去找 找一些比較合適題目 那另外的話 第二個喔 就是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那我這邊後面有個括弧啦 因為這個聚集跟VBA喔 畢竟是牽涉到層次 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 後面有個括弧啦 就是說啊 你如果沒做也沒關係啦 或者你有 你做了 但做不到也沒關係 你可以敘述一下 比如說你說 你想做但中間可能遇到很多問題 最後結果是做不出來 然後沒關係 但你有做你就描述一下 或者你想做但做不到也沒關係啦 畢竟因為很多同學可能 剛開始才接觸喔 這個VBA的部分 所以難度一次比較高 但是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試試看用AI 用ChargeBT試試看 因為我發現其實 用ChargeBT喔 真的可以幫你產生 本來你做不到的事情 好像突然間 他幫你做出來了 比如說寫VBA啦 但是 也不是說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假設 完全沒有VBA的基礎喔 即便給你程式 我發現你們應該也會 不知道該怎麼 不過就是嘗試啦 如果你要想要把VBA 把程式學好了 我是覺得 應該最重要還是要實做 千萬不能用眼睛看 別那麼想的 因為其實什麼時候 才確定你是會的啦 我覺得應該就是你動手做 做出來那個瞬間 就是你會的 這個是我一個比較深刻的體會 因為我剛開始學程式 因為我 我是國營系畢業的嘛 那我剛開始也是用那個 學怎麼樣 文學類的大部分都看的嘛 有沒有 沒有體驗的嘛 比如說 你念的什麼 那個有關愛情小說 你不可能去實做吧 對 因為你看愛情 我會有點感應 只是說不一樣的感覺啦 OK 但是這個程式部分不一樣 程式就是你什麼時候確定是會 你不能用看的 確定是會的時候 就是你做出來的 OK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剛開始學程式的觀念是錯誤的 因為我一直在看 一直看 看半天 也不去動手做 那我就覺得為什麼我都不會 後來我發現 原來是我觀念錯誤了 我開始做 做完 會了 做出結果來就是表示會了 OK 所以我是建議你們可以 多動手做做看 然後多找問題 給自己一個問題 然後你去找答案 然後把它做出來 我覺得這個過程應該是 會有點困難 不過如果你假設把答案找出來 應該會滿有成就感 因為我發現之前同學的給我 就是報告裡面看到的 越是困難的 後面講的越有成就感 我沒想到我居然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因為他覺得他這輩子應該跟程式無緣吧 應該他覺得那東西怎麼可能我會寫得出來 沒想到他不只寫出來 而且還越寫越有興趣 覺得這真的沒有那麼困難 所以我底下有說明 我是希望說 這個是我們希望你做的 但是這個技術上 你可以利用TrackGPT 或者當然不一定TrackGP其他AI的平台都可以 你可能利用AI 他能夠做什麼 幫你產生公式 OK 那比如說使用哪些函數 就是在公式裡面 他會幫你做出來 另外的話 幫你找出錯誤 如果你假設裡面有發生錯誤 你可以請他debug 然後甚至你看不懂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請他幫你解釋的 比如說那個公式寫完之後 你會發現公式這麼冗長 那到底寫什麼 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詳細解釋一下 他其實會幫你寫的蠻詳細的 當然除了說公式之外 其實像程式不懂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請他加上詳細的說明 或者是詳細的註解 註解可以 註解就單引號有沒有 綠色字那些都註解 他會幫你寫的這個蠻清楚的 那這個就是 你的做的越多了 分數越高 這個部分的話 繳交期限的話 就是等於是下 下禮拜是23號 然後交的期限就是下下禮拜 等於兩個禮拜的時間 給各位做這個練習 等於有點驗收一下 你前面所學的 OK 好 這樣應該 沒有問題吧 我剛剛試試看好了 有問題可以隨時提出來 沒有關係 問我也可以 或者問你們那個學長 助教學長也可以 應該 這也有寫過啦 差不多一樣 好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因為今天的話 我是希望說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 做個延伸 那我原來想法是說 看看能不能直接 按個按 等於有三個表格有沒有 加上三個圖 那可不可以就是按一下 就自動跳出 歷年切到折線圖的表跟圖 OK 我本來想法是 是這樣子啦 但是 這個比較難一點 因為它要先跳表 樞柳分析表 再跳這個樞柳分析圖 那所以我後來發現 好像這有點難 所以我們降低一下標準 我們等一下先做一個比較簡單的 因為有一個表跟圖 那我們做圖好了 如果我們今天希望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已經有樞柳分析表了 所以樞柳分析表 這個你自己就是手動一下 OK 然後呢 我希望能夠幫我畫出一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 就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D2到M M的話在這裡 D2到M的20 20在這裡 等於是說幫我把那個圖 就直接剛好放在這個D2到M20 然後呢 它應該要長什麼樣子呢 就長這樣 所以 但你說老師 那我有沒有什麼方法 之後可以在旁邊加個按鈕 就跟之前我們寫VBA一樣 這個按鈕都按下去 這個圖就出現了 然後另外有一個按鈕就按一下 這個圖就不見了 好 這就這樣 OK應該這樣蠻單純的 你說這怎麼寫 當然呢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把這個圖畫出來 其實要把它寫出對應的程式 以前我教的方式大概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我們可以透過那個 錄製聚集的方式 那這個錄製聚集 就是之前我們講過的開發人員 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在那個其他命令裡面 記得一定要把制定功能區 裡面的開發人員 這個一定要把它叫出來 然後在開發人員 上面這邊有個開發人員 就有個錄製聚集 那你要怎麼產生 你可以把那個 我們產生這個圖的過程 你可以用錄 把動作錄下來 它會自動幫你轉換成VBA的程式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圖給 不過我發現 這個方法好像似乎沒有很簡單 好像最簡單的 還是利用ChalkGP幫你寫程式 應該是最簡單的 OK 所以我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我發現這個 之前教我是用錄製聚集 所以如果你們 假設要看之前我教的影片 你就看之前錄影好了 OK 這個我就不重講了 我覺得這個 似乎沒有ChalkGP來簡單 所以今天我們先利用ChalkGP 產生這個圖好了 我覺得會比較適合各位 如果你覺得你想多學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的 反正方法 甚至你自己寫都可以 只是說哪個比較簡單 所以我們待會希望做出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跳出歷年切到折線圖 一個是把這個圖給清掉 那如何做最簡單 首先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在雲端白板的第一單元 台北市的圖端切到點位 這個裡面 我這邊已經有一個 直接問ChalkGP的語法 這個語法的話 我是直接把它放在比較下方 就是在20頁吧 比較下面 就這裡 20頁這邊有一個叫 例年切到折線圖 就這一個 那我就把那個 我想要 我的需求 直接就告訴ChalkGPT 請他幫我做出來 可是我會發現 同學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不知道怎麼描述的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的描述方法 我覺得我後來 慢慢整理出一套 固定的邏輯 第一個 開頭一定是你要幹嘛 因為我要寫VBA 所以你說請幫我撰寫VBA程式 OK 我請 本來有個請 後來我連請都沒有寫 結果應該一樣 幫我撰寫一個VBA的程式 OK 所以我的主要目的是 要幫我寫一個程式 那什麼程式呢 將 特別注意 這邊可能要先跟他講一個敘述 因為你這個 Excel的活業 工作部裡面 因為有很多個工作表 下方切換這個叫工作表 那你必須跟他講說 你的工作表是哪一個 不然的話搞不清楚哪一個 那我跟他講說 我的工作表在這一個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OK 然後跟他講說 將歷年切到折線圖 工作表 OK 這個是一個 得完整的敘述 那如果為了讓他更清楚的話 我在那個工作表名稱前後 又加了雙引號 這個其實加不加也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加起來 會讓他比較看得懂 OK 然後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在哪裡 這個描述只要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在這個工作表的 A3到B12 A3在這裡 這個嘛 到B12 就是這個範圍 跟他講 那請他幫我根據這個範圍的資料表 做什麼呢 幫我呢 有沒有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會是 會是 唯一 含有 這少兩個字 應該是資料標記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補兩個字吧 資料標記 的 不然的話他會不會誤會 我要另外一個資料標記 應該我記得那個叫資料 有沒有 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OK 所以他知道幫我畫圖 原來你要插入一個圖表 結果放哪裡 輸出到這個D2到M20 其他當然你要跟他再說明一下 上面這個標題我要加一下 圖表標題名稱給他 標題的顏色 這紅色 大小我記得我給他18 然後要加粗體 最後不要圖裡 OK 大概這樣的描述 那描述完之後呢 把這個訊息丟給他 他就馬上幫我把程式給跑出來了 就底下這一段 OK 你們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當然不一定完全要照我這一個 敘述 他理論上跑出來的程式應該不會差距太大 那我就把這一個程式 直接就試試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看一下我們的需求 待會我們就是請消息必幫我把程式寫出來 讓我們跑跑看 所以待會我們兩個需求 一個是把這個圖畫出來 一個是再把這個圖給刪掉 請各位先試著把上個禮拜的這個練習題先打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非常歡迎